刚刚我们已经摘到衣服了 我们就把它放在其他箱一起 一会就一次搬过去 没错,今天就是搬到公司来 我们搬不到物件的时间 搬到公司都差不多来 我们日了大概是11点 现在都差不多了 我们就看看他们怎么搬 现在的搬家师傅 在搬着琴 这个就是我的琴房 他们就用一个类似板车的物体 承载着琴 那搬家师傅呢 应该今次都是 好像运过琴进来 都走旁边那条小路 就不走大门直接出 因为如果走大门的话 就会经过全部的家 就是经过全部的家 很多路要转弯 琴太长了 可能转不到 所以就走旁边就稳定 这个就是旁边那条小路 就好了 搬到师傅 终于把琴搬出来了 他们现在就应该是 把琴放在货车上面 没错了 就是把琴放在货车上面 好,那就搞定了 我们现在就去一下新屋那里 看看搬家师傅 如何把琴拿下来 那现在搬家师傅 就由货车 拿过琴拿下来 噢 那咱们现在就用这布子 捧在 large段里来 其实这屋子 就是没有周边的门 所以一定要走正面 正门进去 现在他们正在搬出 好了 搬完琴後,現在搬其他東西 現在搬屋師傅在搬我妹妹的書桌 這個書桌相對於琴就輕很多 所以他們很容易搬到 這是第二個書桌 其實這個是我的工作桌 都和我妹妹的工作桌很相似 亦相對於琴很輕 很快就搬到了 搬完兩個桌後,就輪到搬電視 我們把電視放在Living Room 放在白色櫃上面 搬完電視後,我們就搬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例如是一些櫃 這個白色的東西其實是床頭櫃 這個黑色就是一塊板 因為太長,所以就放不下我們的車 所以就叫了搬到公司幫忙我們搬 就輕鬆一點 這個應該是床架之類的東西 也是,因為太長,所以就放不下我們的車 這個也是一個櫃 這個也是一個櫃 我們搬最後一個櫃 這是一個在琴房裡面的一個櫃 剛才也有說到 很快就搬了所有東西 搬到公司,現在都離開了 整個過程都是非常之快 非常之好的 所以就完結了 搬到公司那些人搬完東西之後 全部東西簡直是 清掉了那些櫃 全部沙發電視都沒有了 有些好像剛剛搬進來的感覺 這些窗簾布呢 其實是業主留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搬走 留在這裡就可以了 琴都搬走了 樓上也是 全部床啊 書桌啊,全部都沒有了 有些床的印 在地下 那我跟我每個房都一樣 清光了 除了搬那些大貨,電視那些 我們還有一些單車要搬 我們有幾個單車在車房裡面都要搬 所以我現在就會由這個舊屋 就踩單車去新屋那裡 我都會連這架Trailer一起踩 就可以放多些其他的東西 放進去 那就 運小轉,省點時間 好了,那我們現在出發再說吧 是吧 我們終於踩單車來到新屋了 我們終於踩單車來到新屋了 很多東西都離開了 搬到公司的那些人都搬了些東西來了 現在還很混亂 因為我們完全沒收拾 這樣倒閉了之後 應該會 沒有那麼混亂 正常一點 那這條片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Subscribe 還有說實際的影片給朋友看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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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LIKE 訂閱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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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